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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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是李宗盛 你回来了 李宗盛 静晨 我 我不是李宗 你说什么 你不是李宗 我 我只是跟雨晴长得很像 这里不方便说话 我们换个地方吧 走走走走 来 是雨晴派你来假扮她呢 是啊 其实我叫唐珊珊 你看 你根本不是雨晴 对不对 你看 我全身上下 哪里不像雨晴了 你的外表自然看上去跟雨晴很像 但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我跟雨晴生活了二十几年 她的言行举止我太熟悉了 她说话的方式跟你不一样 之前我就开始怀疑你了 不一直以为我太毒心 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奇怪 你老实说 你到底是谁 所以我的感觉 一直是对的 其实那天你逼我我的时候 我差点就要承认了 你可真厉害啊 连你爸妈都没认出我呢 我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竟然会有两个 长得这么像的人 是啊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可偏偏就有这种事 还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我也想不到 那雨晴 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从我代替她回到你家之后 我就一直留在你家 一直到 雨晴出车祸的那一天 这么长一段时间啊 其实我今天找你出来 是要跟你说一件事情 虽然我挣扎了很久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一定要告诉你 因为毕竟 你跟雨晴也算是我的朋友 你是要说沈小军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会这么了解她呢 你请人调查过她 不是啦 在雨晴找到我之前 我跟小军早就认识了 我 我跟她的关系 说来话长 我就长话短说 不对 我就跳关键地说好了 林美禅 你认识吧 林美禅 其实她才是沈小军的 亲生母亲 这不可能吧 沈小军 她不是陶世音的亲生女儿吗 哎呀 那是她在算计你们 你们都被她骗了 她想尽办法要接近你 缠着你不放 还编造掩盖自己的身世 其实啊 都是另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她要整款你们家 今晚静晨实在是太反常了 就算跟赵小云无关 她肯定也有什么事瞒着我 看来 我得想办法让她早点和我结婚 免得夜长梦多 你的意思是说 小军从一开始接近我 就是有计划 又有目的的 那么之前 公司发生的家属事件 也是她安排的骗局 应该是吧 只要跟你有关的一切 应该都是她安排好的吧 小军 小军 你 你一点都不记得 小军 我昨天晚上要走的 可是 你抓着我不放 小军 我 我一定是喝多了 我知道你喝多了 只是 你当时 特别的可怜和无助 你拉着我的手 说 不要让我离开 其实我该做的 是我把自己 陷入了这种不堪的心理 今天我去医院做个检查 你先告诉我 我有了你的孩子 静晨 沈小军就是个骗子 他骗走了我们家的公司 抢走了我们的家 现在还要把我们 全部都赶出去 小军说来的是真的吗 说 静晨 你怎么啦 我在想 我认识小军之后 发生的一切事情 没想到 这一切全都是他的骗局 我喝醉那天 他跟我说 是我强迫他发生的关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和小军才分的手 我真的没想到 他是这么卑鄙无耻的人 那个时候 我也还不知道 事情的真相 可是当我知道 他们的计划之后 引来不及阻止他们了 我真的太傻了 他也不认识他 竟然被他骗得团团转 那我问你 雨晴的车祸是不是也跟他有关系 有关系 当时雨晴不小心撞剑 我跟小军在说话 他听到了小军的企图之后 就急着跑回去要告诉你们 可是小军又怕事情漏了线 所以他就在后面一直追 就因为一直追着雨晴 雨晴他 你着急 没有注意 他才会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早一点 把事情真相说出来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真对不起 真对不起 沈小军 沈小军 你太可恶了 先是拆死我和小云 现在又把雨晴害得这么惨 这么卑鄙 你还吃人吗 都是我不好 你可以怪我 可以骂我 可是 我今天还是要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一来 我是不希望小军他一错再错 而来 我也希望小军他还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雨晴他现在怎么样了 这么说 雨晴现在在疗养院里面 那里面的医生护士 也都是他安排的 他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要软禁雨晴 好威胁我们村家 沈小军 gefähr 我只要跟鸟犯 我这个不一样 你够的别人 至于处 我其实是乎很奇怪 你够了 你够了 好 我还可以 然后去 你够了 我要了 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了 我忘了 吃饭吧 好 敬辰 究竟在搞什么关系 听你这么说 唐珊珊是不想帮你 是 她态度很坚决 我怕我们这次事情不成了 而且 最近连敬辰都变得怪怪的 怎么回事 她今天早晨背着我出门 而且手机也没有开机 我想她是不是起疑心了 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敬辰对你起疑心了的话 那我们就糟了 看来这事不能再拖了 幸好我早就想出 对付唐珊珊的对策 有了这个 就不怕唐珊珊不肯听你话了 这是 有了这个 就不怕唐珊珊那个 适才如命的老爸不上钩啊 你想想 唐富财要是在我们的手上 珊珊那孝顺丫头 还敢不给你合作吗 可还有 tv 也 真是 不怕唐珊珊 有了 不怕唐珊珊 也不知道你怎么怎么对付小军 小军请你原谅我 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再错下去了 走吧 珊珊 怎么了 珊珊 你发什么呆啊 谁 谁发呆了 没发呆 那你呆着干什么 我哪有啊 你 不跟你说了 你 珊珊 老爸中奖了 你看 快来来来来 你看看 这通知书上说 我中了什么大奖 住五星级宾馆 而且吃用全免费啊 你快看看 唐叔啊 我觉得这个 肯定是诈骗集团 我的妈妈 你不给你 了 这是 你 bu endorse 你 我就 你在 我 你好了 有个长相公面这样 讲通知的 你就把她忘了吧 你可别忘了啊 上次被骗的教训 这次你别又自找麻烦了 感觉你说得容易 可你现在还没嫁人的 不过珊珊 老爸跟你说 你想让老爸等了什么时候啊 其实我就有能力 在大饭店举行婚礼 珊珊 如果你能答应嫁给我 那堂叔就不用等了 你什么时候点头 我就什么时候订大饭店 老板 你可真爱说笑啊 珊珊 其实老爸觉得 你嫁给阿福挺好的 为什么呢 老爸跟你讲啊 阿福她人老实 手艺又好 对你又体贴 而且还有面包店 我觉得是不是挺好的 老爸觉得 她就是我最理想的女婿 只可惜我没有个姐姐或妹妹 要不然哪 就可以让老爸你如愿 你 我只要想你 知道我 你还不想你 你还不想你 不想你 要求你 我就是你 我真的想你 小帅 我 我 那我 这次是小军的 这次是小军的 小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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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文全 我也要去 你们忘了上次的教训了 上次差点露了馅儿 人家小军才特意嘱咐我们 你说你们俩要走 刚走 那孙雨琴突然醒了 或者孙家突然来人了 我们怎么跟小军交代啊 这个佑大夫 果然是小军的人 不行 让雨晴继续留在这里 太危险了 我得想个办法 把雨晴带走 既然你输钱做这个 你就看着吧 我们去泡温泉了 是啊 你就一个人先看着吧 你们真的要去啊 真的要去 那好吧 只能去一会儿 马上回来啊 知道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去哪儿呢 我们去哪儿干什么 我们去哪儿干什么 看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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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是哪儿呢 雨晴 雨晴 雨晴我是哥 听得到我说话吗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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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晴的手怎么这个样子啊 雨晴 都是哥不好 哥没能好好地保护你 才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沈小泉她是这样的人 哥把话说得这么清楚 看来这里应该只有她一个人 哥 雨晴你醒了 来 来我来 雨晴 你真的醒了 太好了 哥 我终于看到你了 还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了 说什么傻话呢 我现在不是在你面前吗 我会把你带出去的 爸 奶奶 妈 都盼着你能赶紧回家 他们要是知道你醒过来 不知道得有多开心呢 我也想早点回家 这些日子以来 我真的很想念你们 可是 我还没来得及他进家门 就已经碰上沈小军了 是沈小军仍是撞你的 是沈小军仍是撞你的 嗯 那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妈跟奶奶来看过我 发现我有苏醒的迹象 他们就告诉了大夫 结果沈小军知道了以后 他怀疑我已经醒了 护士 为了证明我还在昏迷 就故意这样整我 其实那时候我已经醒了 只是行动不方便 再加上 旁边一直有沈小军的人监视着 他们根本就不肯离开 不肯离开 还好你来了 哥 你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是沈沈告诉我的 沈沈 我以为 她跟沈小军串通好了 她知道你发生了车祸 良心上故意不去 所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还好我没有看错人 沈沈还告诉我 沈小军想方设法地接近我 就是想把我们家给弄垮 为他们家报仇 我来找你 我就是担心她 把你当成是人质来威胁我们 哥 你一定要帮助小云 一起联手对付沈小军 这是我答应过小云的 我知道 我一定会帮小云的 沈小军这个恶毒的女人 把我们两家害得这么惨 我绝对不会放过她的 对了 这件事情我们要暗中进行 不能让爸妈还有奶奶知道 以免打草惊蛇 我知道 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 玉琴 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 不行 我不能离开 为什么 我要是一离开 沈小军发现了 他一定会有所防备的 倒不如我们就将计就计 这样反而会容易些 不行 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太危险了 我不放心 哥 你不用担心 沈小军到现在还认为我昏迷不行 只要我不露笑 我在这里暂时不会有危险的 你赶快走吧 可是玉琴 这 哥 想要对付沈小军 把沈小军扳倒 就不能让他起疑心 听我的话 赶快走吧 你们你们真麻烦 你们怎么那么慢哪 我们在讨论啤酒好 还是香槟好 最后还是选择都带就好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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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们高兴 脚印 有人拦过 快 去柳洋室 快 这里没人啊 不对呀 明明这脚印是顺着这儿来的 门怎么打开了 玉琴 哥让你受苦了 你等着 哥一定会尽快就你离开这儿 你自己要小心哪 哥 你得帮助小云 一起联手对付沈小军 这是我答应过小云的 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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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知道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把小云 带到顶楼去吗 为什么会被我爸抓紧呢 对不起 我 我怕小英不知道上天台的路 所以就跟他约在大厅见面 我没想到就一会儿 就撞上了 但是 我没想到他和卢士生在一起 我真蠢 难怪到初和小英怎么都见不了面 原来一直是因为 被沈小军从中作割 为什么我始终都没有怀疑过他 说到底就是因为我太相信他了 所以才被这个女人撇得团团转 小云 我让你受苦了 这个违诈 我一定替你讨不回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拖下去了 看来 只能听雨晴了 去找小云吧 小云啊 陈总呢 已经采纳了我们的绘画案了 我 我觉得应该去 我接个电话 喂 你好 喂 静 静晨 孙静晨 你现在打个小云干什么 你把小云害得还不够惨吗 你说他什么意思 他现在打电话了算什么 是安慰吗 我跟你说啊 这样的人啊千万别理他 来 我们继续啊 你看啊 这是我的想法 静晨跟我说 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 想让我出去一下 他就在你家外面 那个时候你们家出事的时候 他在干什么 找我干吗去了 在门口是吧 好 我找他去 世生 你不要冲动啊 世生 世生 孙静晨 你来干什么 世生 我知道你生我的鸡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小云说 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是 世生 有很多事情 我根本就不知道 不知道 你身辈的女人 做了那么多坏事情 你不知道 你把小云欺负成这个样子 你不知道 一句不知道 你能解释那么多问题 世生 有很多事情 我是被沈小军蒙在鼓里的 但是我现在才看清楚 她的真正面目 也知道了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才会来找你们 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你们把小云欺负成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只在旁边冷眼旁观 为什么继续和小军在一块 是 当时我是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我并没有冷眼旁观呢 我那个时候 真的只想要过离开她 离开 那你离开了吗 你没有 金城 我不会再相信你 小云她也不会 走 你走 你走啊 世生我拜托你 你让我见一下小云 我真的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告诉她 孙静城 我不是没有给你们机会 当时我也在撮合你们 是你没有珍惜 你放弃小云的 现在回来干什么 继续欺负她 我跟你说啊 孙静城 有我在这里 不可能 走 你走啊 你走啊 世生我拜托你 我拜托你让我见一下小云 对了 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静城 你哪句话才是真的 我还能相信你吗 你让我进去见一下她好吗 小云对你那么好 你却对她不忠 你和她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从来没有对小云不忠过 自始至终 我爱的就只有小云一个人 我之所以会跟小云在一起 那是因为我以为我愧对于她 我必须要对她负责任 但是我现在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沈小云的阴谋 我已经看穿了她的真面目 我总算可以好好地面对小云 你就让我去见见小云吧 你给我闭嘴 你个混蛋 等等 小云 你不会用心软了吧 就凭她这几句话 你又相信她了 就算有一千种选择 一万种选择 我还是选择相信她 小云 是生 你不是说过的吗 不管发生什么 永远都支持我 她是小云 我好小云 我等到每个早cze 我能够地回到小云 我和小云 我可以帮她 你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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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这都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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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步 嗯 小云呢 阿爷 我刚才好像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 小云跟金城在外面 那怎么可以 我 我去阻止他们 不 阿爷 阿爷 我刚听金城说 他也是被沈小军给骗了 他也是受害者 所以 让他们好好聊吧 谁管他怎么办 他们孙家没有一个是好人 他跟沈小军传统一切抢劫我们赵家 这一事 我可不能这样就算了 阿姨 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被沈小军给骗了 所以沈小军才可以那么顺利地成功 给小云点时间 他和以前不一样了 是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 我知道后 就马上过来找你了 我跟沈小军交过几次手之后 实在觉得他太可怕了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他还挑拨我和我爸之间的父子感情 还抢走你们赵家的财产 而且还连与情都不放过 到现在为止 他从没放弃过要对付我们家 可是我实在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两家究竟哪里得罪他了 这件事 有机会我再慢慢告诉你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想办法对付沈小军 原本我跟雨晴说好 要里应外合的 我知道 雨晴跟我说过 他现在还不能离开辽阳园 否则可能会打草惊蛇 只是为了早点救雨晴出来 我们也该行动了 你放心 我可以代替雨晴 雨晴能做的事情 我都能做 萧衣你放心 我一定会揭穿沈小军的假面具 把属于你们赵家的一切 全部夺回来 但是因为沈小军这个人 他非常敏感 稍有一点不对 他就会有所警觉 所以我只能暂时装作诸武其事 暗中进行我们的计划 谢谢 谢谢 小军 千言万语 都没有办法弥补我对你造成的伤害 但是无论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希望你能相信我 对你的心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我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 就算你背叛我 抛弃我 我也无法忘记 心里只有你 我就是个傻女人 暗女人 你说什么我都相信 所以 请你以后真的 真的不要再骗我了 我会接受不住的 我 就给你我的快乐 我的回忆 我的冲动 爱情握在手中 抓得越紧 失去的越多 送起一口 告诉自己是关于你不用再提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 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停 早餐都齐了 伯母 您要多吃一点 奶奶 吃块蛋糕吧 谢谢啊 伯父 您今天气色看起来特别好 是吗 真的吗 小军哪 你今天好像特别地开心 嘴巴这么甜 是不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没有啊 我平常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我看不一样 你今天笑得呀 格外地开心 有什么高兴的事啊 说出来给我们听听 让我们大家也高兴高兴啊 说说 伯母 伯父 奶奶 静晨已经向我求婚了 静晨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啊 原本我是想晚上宣布的 没想到小军先说出来了 我太开心了 所以就先说出来了 好好好 这一次的婚礼啊 我们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 提提面面 是啊 上一次的事弄得我们孙家 颜面扫地 这静晨和小军 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 这或许就是天注定啊 是啊 是啊 小军啊 我现在是非常时期 希望你能尽快地成为 我们孙家的媳妇 要是雨晴能够参加静晨的婚礼 那就更好了 好 奶奶 您放心 雨晴一定会好起来的 她上次得了那么重的兵 都能好起来 这一次 也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希望雨晴啊 这次能沾沾喜气 早点醒过来 妈 小军说得对啊 雨晴啊 已经过了一次鬼门关 这一次啊 她一定能够闯过去 你们慢慢吃 公司有事 我先走了 我送你 慢慢吃啊 沈小军 你可真会演戏 要不是你 雨晴会出城户吗 她能躺在那个疗养院 受得到罪吗 你不肯定会有事 是开心囡 都不肯定会有事 你说的 你在这儿 你也要静晨 你不肯定会有事 我真会有事 你不肯定会有事 我批评他 你听到这儿 你不肯定会有事 我批评他 我批评你 你不肯定会有事 差别也太大了吧 今非昔比啊 以前的沈小军 只是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而现在的沈小军 可是风华企业的董事长 自己呢 又有一家创投公司 你呀 总是把金钱放在第一位 我是看重金钱 不过这些年下来 我没有错呀 当初分开的时候 同样的一份钱 我是比陶氏运做得要好 我就是比他强 你呀 还是什么都先想到自己 要我说 净尘的婚姻幸不幸福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说得不错 但不管怎么说 净尘娶小军 这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嘛 是 当初呢 我是阻挠过他们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所以这个事呢 就这么定下来 小军这孩子那么有主意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他们做的 能不能让他满意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心里反而没底了 你看你 不管怎么说 我们跟他都算是房地产界 有头有脸的人物 你一定要叮嘱他们啊 这个婚礼 一定要办得盛大了 隆重 不能喊算 好了 好了 知道了 快去上班吧 好 一定要叮嘱他们啊 好好好 知道了 好好好 原来越远的露露 越来越远的露露 越来越深的伤口 越来越沉默的我 回忆还温热 我不能改变什么 这是你做的选择 无能为力原谅了你 又如何 一个人的错 两个人承受 说再多的抱歉也没用 给我一百个借口 让我相信是理由 怎么要下一句话说走就走 给我你的借口你的理由 让我承受 还给你我的快乐 我的回忆我的冲动 爱情抹在手中 抓得越紧失去的越多 从今以后 告诉自己是关于你 不要再提 还是会一次又一次 让你闯进我冰冷的心 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听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